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比4 6比6 泰国队8比6领先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 10比7 16比12 泰国队拉大分叉 18比13时中国队请求暂停并换人 王毅凡 孙海平替补登场 中国队连锥3分18比16 泰国队继续施压 22比17 中国队再次暂停 最终 泰国队25比19先下一场 这一局 泰国女排主要胜在小球串联和出色防守上 乱球 不好的球处理上更有经验 更加从容 第二局 中国队提振士气重新开始 4比2领先开局 泰国队迅速反击 5比4超出 中国队7比7相持住比分 8比7领先进入技术暂停 回来后中国队打出一波的分潮 11比7扩大比分 泰国队全力追赶 中国队丝毫不让 13比8 14比10 17比11 比分进一步拉大 中国队一传波动 泰国队连追三分 18比15 稳住阵脚后 中国队怀以颜色 20比15 21比16 泰国队第二次暂停 23比18 25比20 中国队强势扳回一局 第三局 中国小将继续拼搏 6比4开局 8比60先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 回来后中国队依旧占优 10比70跑 12比80 泰国队暂停 中国队气势如虹 15比9扩大比分 16比10 领先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 20比13 中国队继续刷分 22比14 25比14 中国队再下一程 第四局 泰国队背水一战 中国队乘胜追击 开局2比2后 中国队5比3超出 泰国追成6比6 中国队一传波动 泰国队反超 9比7 11比8 中国队暂停 回来后泰国队12比9占优 19比14扩大比分 中国队调兵潜将奋力追赶 19比16 泰国队暂停 21比16 泰国队又将比分拉大 中国队暂停 23比18 王毅凡替补补上场发球连得2分 23比20 泰国队再次暂停 23比21 23比22 中国队迫近比分 场上气氛白热化 在一个多回合的争夺中 泰国队依靠丰富的经验调球得手 25比23 艰难胜出 决胜局 双方开局都比较紧张 发球失误相互送分 2比2 4比2 中国队领先泰国暂停 泰国队失误不断 5比3 7比4 中国队占优 8比4 中国队拉开分 差泰国队再次暂停 10比5 中国队势不可当 11比6 12比7 中国队越战越勇 13比8 15比10 中国队3比2 逆转泰国挺进决赛 恭喜 本场比赛 中国女排打出了亚洲杯 开赛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 看得出赛前 做足了激战术和困难准备 自始至终队伍都坚决拼发球 虽然第一局效果一般 但后面越来越好 打乱了泰国的一传和进攻节奏 给自己创造了足够多的防反机会 同时 中国队的一传表现稳定 没有大的起伏 几名攻守出手果断 打掉结合 给泰国队的篮防制造了很多困难 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中国小将进步了 成熟了 吴梦杰 庄宇山 周叶童 王文涵 王一板表现不俗 吴梦杰火力全开 张宇山气势如红 姑娘们好样的 决赛继续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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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